这个视频我们来介绍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和他的代表作史记 司马迁自子常,担任汉朝太史令,人称太史公或史迁 他是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用一生心血筑成名垂千古的史记,被后世尊称为史圣 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司马迁的才华和胸襟正得益于此 他十岁就能送洗古文,小小年纪就已经饱览了大量的古代典籍 二十岁便游历天下,向西穿越茫茫大漠,了解西域民族的风俗民情 向东抵达泰山,观古圣人孔子的遗风 向南登临洞庭湖,追思爱国诗人屈原的风采 这些经历,陶冶了司马迁的性情,更大大开阔了他的事业 使其雄心勃勃,立志秉承父亲的遗愿,完成一部辉弘的历史巨著 那么问题来了,这部史书用什么体力好呢? 学左传,采用按年月先后济世的编年题吧 可要写的历史太长了,人物关系错综复杂 写出来岂不凌乱?不行不行 学战国策,用国别题呢?如今都是大一统王朝,也不行 思来想去,司马迁最终决定采用人物纪传题 也就是,为历史上那些有影响的人物历传记 既能再现历史原貌,又能彰显人物风采 不错,于是一部纵横古今的史书诞生了 它被命名为史记,又称太史公书 记载了从传说中的皇帝,一直到汉武帝共三千多年的历史 是我国第一部纪传题通史 这部著作中,司马迁将历代帝王的事件记录在本纪之中 共十二篇,如秦始皇本纪,汉高祖本纪 将世代相传的诸侯公卿等列为世家,共三十篇 如晋世家,孔子世家 其余重要人物则列入列传,共七十篇 如屈原列传,刺客列传 人物传记占据了全书的主体部分 此外,还有记录历史年表的表,十篇 记载天文,地理,音乐等的书,八篇 司马迁首创的纪传题深受历代帝王的喜爱 从此,官方编撰的史书全部采用人物纪传题 而史记成就最高,位居二十四史之首 史记又和宋代历史学家司马光编著的资质通建 合称史学双臂 史记前程左传战国策,后起历代史书 可谓是史学界最闪耀的一颗明珠 说到史记的文学成就,那更是相当了不得 其中塑造的各类历史人物堪称一绝 力能跋身的西楚霸王项羽 最终兵败乌江,举荐自稳,成为一代悲剧英雄 出生平民的陈胜,面对秦朝的暴虐统治 带领八百农民揭竿而起 掀起了全天下反抗暴秦的浪潮 甚至还有身穿兽皮,凶狠残酷的匈奴王子莫独 从敌军十几万的阵营中孤身逃脱 并最终带领匈奴人横扫西域 以及令匈奴弹之色变的非将军李广 扶危机困的游侠郭写 起死回生的医生扁鹊 磨叽自刺的王国女子 这些各具风采的历史人物 使得史记独具魅力,光芒万丈 连鲁迅都盛赞他事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说史记的文学成就 可以媲美屈原的伟大诗篇《离骚》 那么这些人物到底有着怎样震撼人心的故事 前方的视频他们将一一登场 不过别忘了,学完本奖要先答题抢金币哦